嗨,理财悠悠班投资长门站 欢迎收看Smart支付海豚家一世笔记 我是悠悠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 我们的华冠图顾问老师范振宏 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Mr.海豚范振宏 好啦,今天又是轮到我们每隔两周的直播一次 那我们今天一样一开始先讲大盘 那我们中间会帮同学解析一下 最近就是航运股 就是航运跟海的跟天空的 的状况这样子 海力游的天上飞的 那我们一样先讲大盘 好,先讲大盘开始 好,那这个一样开始前 就是大家欢迎加入这个海豚免费的赖群 如果说你想要用新台币砸海豚的话 你也可以买海豚的交易式笔记 每周都会帮大家追踪蛮多的产业族群 那每周五会追踪产业族群 那每周二会有重点推荐的个股 提供给大家去做观察 那一样就是 每一次海豚都会帮大家去解这个 多空头排列股票加速占大盘比例这样表 那其实在上次都大概有印象 那时候上上礼拜来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大概还是在 空头加速还在增加的状态下 其实那时候有提醒大家说 这阵子可能会操作非常难操作 即便大盘还是偏多看待 那后来也的确啦 大盘有转强了 那短线的空头加速也转弱了 然后最近好不容易黄金交叉了 那海晨其实本来认为说 搞不好接下来也会不黄钱的机会喔 因为特别其实昨天我看到这个状况 加上昨天台积电没涨 那想说台积电没涨为什么要开心 因为每次涨台积电 中小型就不会涨嘛 对不对 那特别是前面这几根在涨的时候 基本上都涨 涨船啦 涨这个台积电啦 要不然就涨金融 所以常常会发现说 我们的个股好像都不太会动 所以反而想说看到昨天台积电不动之后呢 就会比较有机会 可是呢今天看到的状况就是说 台积电是不涨没错了啦 不过呢中小型股似乎也没有太像昨天这样 比较有明确的延续力到进去 所以基本上呢 短线上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虽然说黄金交叉 但是就是变成说短线呢 资金有没有持续去进入 这个中小型个股或是相关的族群 因为今天还是没有看到族群性 那长线多多加速的死差的危机 算是短暂有解除啦 因为他们没有持续的收敛 可是也还是要留意啦 万一这边短线多多加速 没有把它带起来的话 就不仅是我们把预期的行情没有出现 那可能连整国云化可能要被弄翻了 所以大家接下来操作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 重点在于资金有没有留住中小型股 那有没有出现族群效益 因为其实像昨天还有一点就是 昨天那个矽金源相关是有主群性的 但今天矽金源又没有续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难的点啦 相信大家最近操作呢 应该都会绑手绑脚的啦 都会遇到这个状况 比如说昨天已经说好了 今天开高走低 那好不容易喷了一根 隔天开低走低 也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就先提大家最近操作的难度 还是相对高的 那总经方面的话 还是要留意一下 因为礼拜五要公布这个CPI数据 就是美国通膨数据 那因为呢 最近应该搭造那个Omicron的这个病毒啊 又导致这个油价下跌 对不对 所以通膨预期应该是稍微降下来的 但是 但是因为接下来公布的是 11月的通膨数据 但是呢 油价起跌大概是11月中 或是后面才会跌的比较多 所以可能明天公布的通膨数据呢 还是偏高 还是可能是偏高的 然后所以市场会怎么反映 我们是一个观察重点 那再来呢 就是下礼拜的这个礼拜三的联总会会议 那市场好像目前是认为啦 是说三月会结束Triper 就是结束这个缩减购债的 这个就是加速缩减购债 到礼拜 如果到礼拜三 到三月 就是提前结束 然后六月呢 可能会开始缩表 缩减质购债表 那可能会九月会进行升息 那当然这是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比较阴派的看法 是甚至认为说六月可能就要 不 在明年的六月可能就要升息 那目前现在是有一个 因为这个都是比较偏阴派的说法 那但是刚才前面有说到嘛 CPI可能在 可能是12月CPI 可能会因为油价下跌的关系 而降下来 那当然联总会也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联总会反而不会这么阴 就是之前都说歌中带阴嘛 但是现在会不会变成有点 阴中带阁 会决定 就是夏里北山之后的市场的一个走势 这个是蛮关键的啦 所以最近的美股也刚好 美系的外置其实好像都放假 所以美股可能接下来 也要等待联总会的会议记录 那可能也会变成说 相对来说会比较量缩震荡一点 那台股大概也是类似的状况 因为虽然说昨天说常上影线 但是昨天是没有爆量的 因为其实蛮多人看到 昨天常上影线是蛮担心 假突破啊 因为有创高嘛 创高之后收了上影线 但是因为没有爆量 所以不太符合这个出货量的一个结构 那另外就是今天也说下影线 不过今天的下影线是 尾盘拉台积电跟拉金融 所以你说试况又到很好嘛 就是好像也没有这么好 所以就变成说短线 就技术面来说 我们单看技术面来说 是还没有死的啦 只是说看内容的话觉得说 不太舒服 真的不太舒服 最近像今天我有点头痛 是 海豚哥我想问 就是因为像这种状况啊 有时候我们看他如果攻击 前高一直不过 他是不是比较有可能 就是因为一直攻击不过 他就比较有可能往下走 呃 但是呢 KD呢 是没有办法高过前高 那重点是他在进入动画区之前 又死亡交叉的话 其实在配合短线的假图过吧 其实会完成所谓的空方的讯号 是 如果接下来有跌破的话 那所以呢 这接下来也是技术面要观察一个点 当然也不是说 因为大家听到这边就会觉得说 哇 空空被了像 好像一定要死了 对不对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毕竟指标这个东西 它是市场的价格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是可以从里面去看出 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通常会 因应这些 可能会发生事情去做一些对策 比如说 增加一些空头部位 或者是说 降低资金使用率 之类的状况 去做协调 但是也有可能 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 也的确手上交叉了 但是呢 指标毕竟是反应价格 也有可能用横向整理 就是在那边甩来甩去双巴盘 来去化解这个空头背离 因为我目前觉得 从总金状况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 这边要出现 大崩特崩的机会 应该还是不大的 就是长线还是偏多 只是短线的修正的状况 还是要去做 去做避免 还是要去做避免 这是先跟大家做个提醒 那当然说 我以均线来讲 还是跟大家要提醒一下 因为比较关键的 时日线跟月线 接下来下礼拜 其实会遇到一个 很关键的点位 因为以攻击的角度来讲 时日线的扣底 目前是在这个位置 11月26号 那接下来怎么样 往后就是要一直往上推 那之前有说过 平均价格就是新的高价 取代旧的低价 所以如果假设 大盘接下来三四天 都处在高价位的话 那旧的低价 所以持续被取代 那时日线就会快速往上推 那往上推是攻击 然后先记得这个点 在月线一样 接下来三四天也是要往上推 所以也是攻击 可是攻击完之后 如果大盘没攻击的话 那又好巧不巧下礼拜三 公布出来的状况是不好的 或是提前盘就已经有不好的反应 那当时日线跟月线都同时 时日线可能扣到高点了 那月线可能也扣到高点 那这时候 就会开始往下 不幸指数往下走的时候 就会变成 可能还没跌破月线 也没跌破时日线 可是均线会先变成压力 所以这一点是技术面上 接下来要留意的点 简单来讲 接下来不是喷就是崩 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 你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你这样不是长就是跌吗 接下来就是说 接下来这个蛮关键的点 而且就是说 接下来指数要嘛 就是要有一些利多的刺激 比如说连准会说 我明年不省息啦 大家持续宽松 持续开资金party 那有机会 指数就往上走 中小型持续火弱 但如果连准会 释出的消息是 很鹰派的话 那其实就要留意 可能是不是 又要进入一个 比较不好处理的修正期 这可能大家要去注意 但短线来讲 还有一点 为什么我是认为说 接下来就算真的有修正 也不会大崩盘 主要还是OTC 因为我之前观察市场 只要大盘要大崩盘之前 OTC一定都会相对弱势 但是这一波OTC 是相对大盘强势的 因为它是领先 对领先大盘先创新高的 因为目前大盘没创新高 就是认为说 中小型的动能 既然还在 就是说他们没有死 好像在这些 很难做是事实 那自然他们是没有 提前先转弱 那我就觉得说这一波真的 有修正的话 应该是要先站在 偏多的角度去做观察 而不是去积极的放空 当然我是以波段的角度 你要短线去空的话 或是短线单 我就是这边就 没办法帮你去做解说 是 所以整体来看 就是以我刚吸收的部分 就是以目前的总经状况 虽然以技术现实来看 现在它就是比较难搞 对 但是要大凤级率也不高 因为OTC这边也就是领先创高 然后总经的数字 看起来也都还OK这样子 所以同学后续要留意的 应该是下礼拜联组会 开会的一个状况 它释出的讯息 如果很偏鹰派的话 就要留意大盘 可能会拉回比较多吗 就是应该说 也要看那个美国那边市场反应 就是如果美国那边 因为其实大家有注意到 就是美国建商最近是 算是从下面上来的 对 那他们这波的转强 因为其实上面 还是有些套牢的卖压 比如说像备犯 那是创高不用讲 可是备犯其实也是 处在一个背流的状态 这边也是要留意 那像道琼 它基本上算是下面上来 其实它前面也是 有一些套牢压力 需要去化解 那加上短线强谈之后 会不会又要进入整理 解套卖压 对解套卖压一些整理 也是要再去做观察 是 但凯文都想问 因为像现在很多人都说升息 其实因为他升息的背景 是基于他整个觉得 经济数据好转 所以升息虽然比较偏鹰派 可是这会不会回扣到 你刚刚一开始说的 就是长线还是偏多 当然因为经济好 所以他觉得说 不用这样子去刺激市场 所以他当然要去做资金 收资金 要不然的话 就是泡泡会吹得过大 之后会收拾不了 那当然最近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要打通膨 所以也要去做进行升息 但是我基本上 就是应该说 真正的崩盘 是有什么引起的 是有衰退引起的 那现在你有看到 任何衰退的状况吗 是没有 点多比如说需求减缓 减缓不等于衰退 他只是需求变得没那么强 那我是觉得说 目前既然是没有一个 衰退的征兆 那基本上应该就还是 先偏多看待 只是股市涨多了 必然会有一些修正 那这个不修正 我们就是要先小心的处理 好的 那谢谢海豚帮我们解大盘 那我们接下来 来谈谈产产业的部分 那今天是不是说 要先回顾一下 太阳能的部分 对太阳能部分 再讲海运跟航运的部分 好那其实太阳能 上上礼拜 我跟大家讲太阳能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 11月5号的产业笔记 就每个礼拜五发布的产业笔记 其实就已经第一次 是跟大家讲到说 太阳能其实有看到转机 那当然说 第一个是原料 这个内容大家自己看 我就大概讲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第一个就是原料 第二个是政策 那原料部分呢 其实这边还有写到说 这个观察报价尚未有下跌 但其实在上搜的时候呢 上游大陆那边上游的 系原料报价 是正式开始下跌 而且跌幅还不小 那所以这部分就有利 我之前11月初的看法说 有机会对台湾太阳能 模组相关是有 有那个利多 毛利会有机会的 那再来就是 我第二点是 后面是有提到 这个政策部分 我这边应该有写吧 就是政策的部分 就经济部 就是调高太阳能 等过费率 那再来就是 因为今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整个 太阳能建制的速度 是比预期的慢 那接下来如果要2025年 要达到那个 预期的那个容量的话 那势必 政策可能需要推出一些 利多 那但是问题 现在不是还没看到的 那当然说目前是有看到 就是 元金在上礼拜 四来礼拜五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私募吗 那其实国发基金是有进驻的 这认了大概三十几% 所以这个也算是 政策支持的一块 那接下来就看 有没有其他的政策支持 那所以这一块呢 我就觉得说 元金啊 帽底啊 这三家国内主要的 这个太阳能场 大家可以持续做留意 那当然最近 那个元金 其实已经是有表现了 是最近已经先创高了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后续的表现 当然说还是要留意啦 因为大盘毕竟是 比较最近比较不好 会不会受影响 还是要再去做观察 那只是产业趋势先告诉大家 那今天呢 主要就是刚刚有讲到嘛 是要跟大家讲这个 海里游的天上飞的这个东西 那海里游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船啦 不管是货柜还是闪装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没什么改变 就是还是说这边呢 的确是有短线有在攻击 但是明天的展望对我来说 我就是不会去选择海运 海运这一块 因为毕竟他们已经经过 一波高峰之后下来 加上他们明天的展望就是 要再有大幅的成长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你真的要去做短线 还是可以 因为毕竟他们的形态呢 已经算是 从底部上来了 已经算是转多了啦 已经算是转多了 以一个长风行来讲 其实季线啊已经转扬了嘛 虽然说半年线小幅的转押 但至少说短线它是 趋势是有往上的力道 只是我觉得要再像今年前面这种走势 我觉得 45度角的走势 搞不好是75度角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比较小 但是短线应该是还是有机会 只是以展望来讲 我会选择其他展望更好的族群 那大家回到这个飞机的部分 就是最近这一波飞机到底为什么这么强 其实就是归咎于基电 第一个就是什么 货运嘛 就是空运的部分 海运塞港 大家急着要补这个美国的低库存草嘛 那有一些什么 这个大家送礼物什么的 就会需要比较 就是需要这些礼物的呢 就会比较急着就会转为空运 那其实像这个1477的巨洋啊 9921的巨大啊 这一类的基本上他们在 然后会 他们有讲到 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有些的货品 其实都从海运改为空运 为了就是要满足这个客户的 这个库存的需求 那所以也导致这个空运的运价 持续上涨 那大家知道 其实在疫情前啊 这个航空的运价 其实已经是比海运贵很多 那基本上那个运价 基本上是很难去做上涨 因为其实本来就很贵了 那所以然后现在变成说 因为我之前其实有段时间 是看空航空股的哦 然后他想说 那现在居然转看多 那当然是一定有他的原因嘛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运价居然是真的让你涨 真的让你涨 那第二个呢 其实是 就是说之前啊 疫情前的客运跟货运的比例 是7比3 70%再等3%是在货的 但是现在就反过来啊 客运只剩20% 但是货运高涨到80% 再货的钱真的是 比较好赚啊 而且还不会给你客数 再来就是 再还有一个要点 就是其实前一波在上涨 还有很重要的题材 是这个边境解封的部分 那边境解封 大家回来搭飞机了嘛 对不对 那客运就会复苏 那复苏 加上最近的通膨 那飞机票也涨嘛 那当然就是有利 那变成说 客运这边成长 准备明年要成长 加上货运现在运价的成长 那等于说 怎么样 大家 就是他们的获利 等于说会有更进一步的成 就是比较明确的成长性出现 那等于就是说 有点要把航海王变成航空王的感觉 那因为明年的 大家要可能要抢着什么 报复性旅游潮啊 这个也有可能会争夺这个飞机的空间 就是我要出国 然后但是飞机就想说 那我到底要让人坐呢 还是要让货坐呢 那你们去吵架吧 谁出的架 比较高我就让谁坐 那就是这种概念 那另外就是海运的部分呢 其实2022年下水的新船 还算是少的 所以明年的海运的运价 可能还是相对来高 相对于还是高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 这个缺惑塞港状况 可能也没办法这么快解决 那运价 但是运价要再持续再去做飙涨 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小啦 那另外就是要留意 2023年的新船 是大增的 就下水的船的数量是大增的 所以明年是蛮容易 货柜船是在明年会见到个景气的高点 就是以股价来讲 因为会提前反应 那另外碳中和新贵 也会让船只降速嘛 那降速就是 本来就已经需要你快点送过来了 结果你还开得更慢 所以这一些都会导致说 所谓的海运转为空运的 这个状况会更为明确 那大家可能就是要去做注意 那另外这个就是最近的 准斑率跟掩误天数 基本上这个准斑率呢 基本上是大幅的降低 因为最近还是持续的 还是很不准时啦 但是这是以月份 以月为单位去做计算 那另外就是平均沿误天数 也是还是持续在举高 虽然说已经有 比前两个月是偏低下来的 但是还是在偏高的位置 所以呢我是觉得说 华航跟超航啊 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啦 只是说他们两个 因为我常常都会说 他们到底谁是指标股 其实很难讲 因为之前本来是 2618的长黄航 是领先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的 所以我是把它当作指标股 结果被华航超车 结果呢这波修正之后呢 想说长黄航基本上会破月线 然后华航没破月线 华航比较强 而且之前又超车嘛 所以那华航可能是指标股 可是问题是这两天又有戏剧化的发展 对就是这几天居然是 长黄航又先闯高了 那当然目前市场上 对他们都抱持正面的态度 那我觉得说 当然啦 因为这个题目其实是 前一两天就先跟 又又先确定好的 那只是这两天没想到就先涨上来 那只能说就是 大家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我常常讲大量低点当防守 那以长黄航来讲 就是大量低点就稍微留意一下 这边破了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可能受大盘影响还是什么 或许可能也是要进入整理 那华航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就是这一天是站回全军线 而且也有带量 所以目前看起来防守点就是26.8 是没什么太大疑虑的 那这个是指现在手上已经有的同学 可以参考就是大量的低点去做防守 那如果现在手上没有的人 你有什么建议 我基本上我不太建议去追 那我还是一样那句话 你真的要追的话 记得防守点设好 那譬如说 这样可以讲吗 譬如明天我开盘就买 譬如说你明天开盘就买 试驾追 假设试驾追 那如果明天没有比今天的量更大 那就可能就是手今天的低点 只是说今天涨5% 那你可能明天假设开平盘的话 那你风险大概就是4%多5% 因为今天是跳开高了 所以会还是会有点空间 所以就是收好这个小的风险 因为基本上你越积极的操作 基本上就要用越积极的出场条件 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的 谢谢海豚帮我们讲 就是航运跟空运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今天一样就是要帮同学解答 那一样就是我们会优先解答 就是留在我们LINE群里面的同学的问题 那这一次呢 我来看看哦 来 这一次有同学问 3041 就是新手报道的同学 他问你说 请问老师 就是3041 杨志 他的技术限行你怎么看 那他的成本是34.6 那他是首期长点31 他想问你说 这个策略是OK的吗 31 他买的 他买34.6 然后他七长点 首七长点31 其实这样分有大概10% 是就是容许范围啦 31 因为我不知道31 七长点在哪里 七长点看起来是29.15 他应该是首这一天的 这一天的收盘吗 31.1 他没有说天 没关系 没关系 那我跟你讲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我有洋志的话 我买在34块的话 我应该是会守在 这边低点32.6 这里是32.5 就大概32.5 或32.6 如果说收盘真的破的话 我应该会直接走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 因为你想如果说 这里的低点 如果被跌破的话 这一块全部套牢 这一块就全部变套牢了 那套牢就要解套 那当然说有可能被骗 但是基本上我都是假设 我不会被骗 因为万一他没有骗我的话 他继续往下杀的话 那就变成 我就是亏损就变大 所以基本上我就会把防守点 看在 这个平台的低点 因为目前是已经破月线 而且如果说从均线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短线有攻击的机会 但是只剩下一天两天 打不了不起三天 因为接下来等于说 上去的话 月线其实就要转为压力 那如果到这个时候呢 还没攻击的话 那对他要进入整理期的时间 叫拉长机会是很高的 那你就必须要再等个 1 2 3 4 5 6 7下来之后 月线才会重新翻扬 就要等比较久 是想帮同学补充一点 就是其实我跟海豚老师 在学习的过程 就是除了手大量的低点之外 像这种平台区的低点 也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价位 就是一直没有被跌破 所以他会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支撑 可以这么说 好的 那第二个同学 有问呢 就是他名字我念不出 看起来是个表情符号 超可爱的 韩文 他想问你说 8422可宁卫 他说 他最近会公布在台积电的 好老实 会公布台积电 在高雄污染防治厂商中 被最看好的一个厂商 但最近股价 就是不上不下 请问老师 就是觉得要等待吗 如果公布后 真的是可宁卫得标 是否会影响股价在上冲呢 会不会影响 一定会影响 得标当然就是 不要说一定 没有说没有百分之百 就是说他得标的话 有比较高的几率是往上喷的 因为毕竟这个标案 我印象中因为我有去看这个东西 那这个金额应该是不小 然后可宁卫感觉好像得标几率蛮大的 那大家是可以留意啦 因为可宁卫其实他这边 其实我觉得他整理也算很好 那就是他的量实在太小了 所以我就比较没有讲 就是产品比例什么 既然你问了 我就大方告诉你 因为可宁卫 他这边整理的真的很OK 技术面来讲是我喜欢的型 那我是觉得说 你就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是设个停损点 一样嘛 平台第一点嘛 比如说这边是236 这边是 也是236嘛 那你就守好这里 比较积极可以守这里啊 那大家如果说你要 守宽一点的话 你可能就看这里 因为这里被套了就多了好几天嘛 所以就是看个人怎么去做选择 那当然可宁卫来讲 可以跟大家讲 还有另外一档也是受惠相关题材的 是这个九阳啦 不过九阳之前是已经喷一段了 那最近是有修正下来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相关标案的后续的一些进度 只是说对于 这个算是比较偏向事件交易法 那这一块我这边就 比较没有特别去跟大家做教学 因为像这种事件交易法 他比较容易受到事件出来的结果 不是好就是坏 对不是大好就大坏 但如果说你真的要操作 我觉得就是对 资金控管做好 把防守把它做好就好 好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同学有在直播上面留言 就是也顺便提醒一下 同学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留在直播下面 好那今天有同学问四维行 就是5608 然后他想问老师说 压力大概在哪边 老师怎么看技术分析的部分 压力 哇这个上面压力很多了 就很刚好 因为今天刚好是半年线压力 然后加上 因为刚刚有说到嘛 都会画一框框嘛 那前面一个套牢区在哪里 其实就在这里 刚好今天有碰到这样子 今天应该是还没碰到啦 差一点 差一点 画质 画质 好 质了质了 好就是差一点碰到 可是今天刚好也撞到半年线反压 所以基本上他这个 就像我前面讲的 货柜运跟闪装运 基本上弹上来 我都是建议占卖方啦 我还是会建议占卖方 或许短线还有空间往上 可是上面压力是蛮大的 所以思维航来说 比较大压力 真正比较重大压力 其实就是55块9吧 56块这一代 那如果说 我们觉得下面有买的话 上来真的是随便卖随便赚啦 这样随便盘也不好 真的是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如果是之前 买然后套下来的同学呢 套下来的同学哦 因为这样讲好了 对 就是 这个很难的问题是不是 要帮你跳下一题 没有啦 还是要回答啦 比如说正常来讲 假设我买在这里整理区 认为接下来闪装运 还是会很好 的确我当时有这个想法 那我可能会再上去嘛 可问一句 它就是破线了 破线关键时间 假设这一天好了 因为这一天是 比较明确的破线 你卖在52.7 卖最低点最惨啦 52.7 你最惨最惨 你配个10%好了 你基本上是 闪掉了嘛对不对 基本上过了两个多月快三个月才回来 对 那如果呢 你没卖 没卖的话 你撑回来了 也怎么讲 你就浪费了时间价值 但是你减少了亏损 那如果说 你真的套你要等他回来 我是觉得 你这样讲好了 我直接给人家当太浪费时间 通常我会建议这一类的朋友啊 你重新设一个停损点 是 比如说 你好不容易撑到这一天了 好像又要破线了 那你说我把防守点塞在这边 我当做个新的单子 39.75破了 我就一定要停损 要不然可能会套10年嘛 对 那好那今天上来了 那昨天有出大量 那你怎样 那我把防守点 设到48.3 如果再收破48.3的话 那我就不要拗了 我就走 因为你已经达成了目的 因为你也浪费了时间价值 那你也减少了亏损 那你就该走还是走 这样子 所以就是设定一个新的防守点 再进行操作 好 然后最后一题 就是有同学想问 海豚老师怎么看联电被降频的问题 那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半导体的代工厂 像是立基电或台积电的一些评价这样子 好 那个 这个问题其实 昨天联电晚上ADR好像跌了5% 对 跌了5% 那其实联电 其实应该说 晶圆代工 你会有发现说 大家一直都看很好 可是会觉得他好像今年就 涨不动 也不能说涨不动 联电是有涨的 因为那时候我看了一下 55到72也涨了340% 也不少 也不少 但是就是说 变成说他们好像 一直没办法走出一个 很强势的波段 特别比如说像2330 我还记得年初 年初一堆人喊1000 1200什么的 然后比较少的也有800 可问题是连700都摸不到 然后接下来就整理了一年 那我就觉得说晶圆代工 对我来说就是 上面有天花板 下面有地板 就是死不了 但是上去空间可能不大 其实这个我在不是只有在Smart 我在到处都是都是一样的论述 那当然说 我会觉得晶圆代工这一类 不管是联电台积电 我觉得会建议大家 可能逢低买 然后逢高买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们的空间可能就是暂时卡尺在这里 但以基本面来讲 他们的确明年还是成长 但是你要想个问题 基本面这么好 为什么今年不会飙 为什么他们给的目标价还记得吗 那时候七月底的时候 七月底的时候 对七月底的时候 七月二十八吧 二八二九 他们那时候开完法说会之后 很多外资是看到八九十甚至一百的 那也的确后来有涨 可是为什么既然涨到那么好 为什么就是上不去一百呢 因为他们基本上前面这一大段 已经把接下来成长动能 已经反映得差不多 是因为加上又有负面的看法嘛 就是像大摩一样 他说2023年 整个工需会 工需会平衡 那工需平衡之后 可能会之后会 供给会过量 会造成整个金融价格会再掉下来 但是之后事情我们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就是目前的确是已经有大幅反应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不管连电啊台积电 我都不太建议大家采用追加式的买法 我会建议大家比较 比如说逢低乘接 上来之后 上来之后再卖掉 其实会比较安全一点 只是说说真的 他们真的 要死死不知道哪里去啦 我就这样觉得 了解 好的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 同学记得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群 那就是随时可以在LINE群里面 就是提问 那老师可能有空就会回答 通常都会回答 通常都会回答 然后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 在下面留言 然后海豚老师也会帮忙同学解答 这样子 那我们就两个礼拜后 再跟海豚老师见面咯 同学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